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文字怎麼加上去 因為最後看到結果就是這樣 新年快樂這四個字 當然以後你可以做個變化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練習 你想要再加字上去OK 反正量力而為 如果你希望多做一些變化 那我就多給你一些作業的分數 那最後的話 新年快樂怎麼打上去 一根據題目的要求 這個題目裡面就是要我們做什麼 他要我們把字打上去 然後總共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字的大小是20點 不要開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大小20 水平縮放90 字跟字的間距440 然後顏色是這一個OK 那所以呢 而且呢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是垂直的 一定要是垂直的文字喔 那字 首先第一個喔 那字怎麼打垂直的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這個工具位置喔 是放在這裡 而且請特別注意呢 你一定要點住不要放 它才會出現垂直的 預設是水平的 因為一般比較多是水平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點住它不要放 然後再點選垂直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看喔 點完之後的話呢 上面會有個清單 你務必要把這個清單叫出來 才有辦法設定 所以 1找垂直的 2的話記得喔 找上面這邊有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裡面的話呢 首先先選取什麼 字要標凱體 所以標凱體給它 字的話要20點 所以20點給它 第三個的話呢 它的水平間距喔 水平間距就是這個 有沒有一個箭頭上面一個T 這是水平的 本來是100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90 這輸入90 水平縮放喔 再來的話呢 它的那個 字圓間距有沒有 字圓間距是這一個 一個A一個V有沒有 是這一個 一個A一個V 然後這邊輸入 440 最後的話是顏色 顏色要多少呢 顏色是253 2080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填上去了 就不用再貼了 2532080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完成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這個展開之後 才有辦法設定 這個是第1個 這個第2個 這是第3個 他蠻多的 第4個在這裡 第5個是顏色 所以喔 總共要記5個位置啦 OK 其實上面 題目也有說明啦 那我們再來就是 直接在新年快樂這邊的 上面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輸入了 打個什麼 新年快樂 四個字上去 新年快樂 有沒有 新年快樂 有沒有 他位置已經喬好了 所以喔 剛剛好 那當然呢 未來如果說 你的位置不對啊 你可以再去調整他的那個相關的間距 字的大小 等等的 OK 然後呢 我就直接 最後記得打勾 一樣要打勾 字就上去了 不過我剛剛 好像我遇到一個問題 奇怪 字打上去怎麼全部都不見 為什麼 有的時候你的圖層有沒有 你的字的圖層在比較下面 記得一定要把 字的圖層 一定要放在最上面 否則的話呢 你會被這個 菱形 給蓋上去 那你就會看不到 OK 那今天的那個 作業喔 基本上就兩個 一個是這一題 所以最後你就把這一題 把它另存新檔 或者直接存檔 存成什麼名稱呢 就是102A 角角這個就可以了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就是呢 你把剛剛的那個 蘇 蘇東坡這個 這個把它做出來 一個人 一個字 當然如果你希望把什麼 把剛剛這個新年快樂效果 也把它加到 最後完成這個 那也OK啦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 看怎麼放 背景的話 一樣還是要加啦 不然的話 白白的看起來不好看 OK 這個其實就是 跟那個 跟這個很像 跟這個很像 其實只是說把背景換成什麼 換成那個 有點是 比較接近古人的顏色 如果古人顏色 你給它搭一個 太亮的顏色 感覺怪怪的 好像有點不太對稱 所以就找了一個比較棕色 好像這樣 會看起來 比較合適一點 OK 畫面還給各位 對一下 那所以今天的話就兩個作業 一個是 102A 就是 把這個 吉祥物質一體做完 那這兩個要存在BG 還是存原檔 啊你存原檔都可以 存原檔就可以 然後 另外一個是變化 那我是做蘇東坡 但你不一定要做蘇東坡啦 你可以做你喜歡的 人物啦 最好是 比較沒有肖像權固定的 或者比較 跟政治有關的 OK 試試看 好